我们来看一下怎么在next框架里面来使用我们的Redux 首先Redux大家知道它是一个运行在客户端还是服务器端的一个组件 大家想一下 思考一下 那么它是一个star 那么这个star的实际上是存在了客户端上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是服务器端渲染 那么我们怎么来结合呢 实际上这个结合的过程还稍微有些复杂 所以next直接提供了一个交锁架叫做createnext的app 那么它的使用方式有三种 那么第一种是使用npm 第二种是使用样 第三种是使用npx 那么这三种的使用的效果是一模一样 它们只不过跟不同的命令进行结合了 实际上最新的npx它帮助我们节省了安装脚手架的过程 那么样我们也不需要去安装脚手架 所以我们最不推荐的最不推荐的是使用npm这个脚手架 那么样这个推荐的原因是因为样可以帮助我们去缓存我们已经安装过的组件 所以通常安装速度上来讲样是最快的 那么这个命令的意思是我要去create一个app create个next的app 然后它需要有一些example的一些代码 所以这里面是杠杠example 代表是他帮我们去下一下这个视力代码 然后withredux也是它的一个选项 那么最终最后一个参数withreduxapp这个是可以改的 只有最后一个参数是可以改的 那么它的意思是说我的这个app的名字叫withreduxapp 那么我们来创建一下 我们来使用一下这个命令创建一下 那么这个命令比较长我们就不敲浪费时间了 我们在这运行一下 能看到样速度非常快 它会直接帮我们去download然后安装 那么它以前已经download过的组件 它就不会再去download了 它就会缓存了 所以这是我们推荐样的一个比较好的优点 那么我们稍微等一下 这个速度还是比较快的 我们来看看这里面withreduxapp 这个文件夹已经建出来了 那么它一会就会帮我们去安装上 能看到这个步骤是吧 那么它已经把文件创建出来了 然后呢我们它帮我们去安装这么几个软件 react, reactdom,还有next 那么我们来看文件夹里面是不是出现了代码文件 已经出现了对吧 已经出现了 那么我们这个时候呢应该去使用一下是吧 使用一下这个工程我们给它拖进来 那这个文件夹我们给它关闭了 我们给它remove folder 我们现在使用这个 而我们来看一下它的目度结构 首先它还是next的 所以它还是有pages 那么这app.js 那我们来介绍一下 我们首先看一下我们的PPT 那么app.js它是覆盖next的app配置 那么它并不是config文件 它意味着我们有一些整个app的运行代码 我们是可以在这里面进行自定义的 我们可以配置掉一些它默认的东西 那么对于我们这个工程来讲 它在-app.js里面全局引入了redux 那么第二个文件叫withredux 就是start.js它是一个高阶组件 那么它是用来向app.js里面注入start 也就是说 真正的start的引入 是在这个高阶组件里面引入的 它把这个我们的redux的start 注入给了app.js文件里面 那么start变形在哪呢 就在start.js文件 所以这三个文件我们一会分别看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这app.js 那么app.js它的作用是什么呢 它的作用是使用高阶组件向它里面注入 使用高阶组件 那么这个withreduxstart withreduxstart实际上是一个高阶组件 它把我们的app给包裹了一下 那包裹了之后 app这个props里面就有了 这个叫做reduxstart这个属性 然后我们通过reactredux 那这个reactredux 我们在之前的课程里面是吧 那么它应该学习redux的时候就知道 这个provider是reactredux它提供的 那provider的意思是说 provider里面包裹的所有东西 都自动可以获取到start这个属性 对吧 都可以自动获取到start这个属性 那么start属性来自于哪呢 start属性来自于高阶组件的注入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高阶组件的写法 那么首先高阶组件的本质它是一个function 我们先看到这 首先高阶组件的本质它是一个function 那么function它处理的参数是什么呢 实际上是我们的这个传入的组件 传入的组件 那么getinitialpropos它是一个初始化的方法 它用来初始propos 那在这个里面我们往里面挂载了什么呢 我们往里面挂载了这个reactredux 然后我们在这里面还做了一个判断 实际上呢 我们在初始化这个start的时候是在这叫get or createstart 它还特意判断了一下我的运行环境是在哪 如果说是在服务器上 那么我们执行initialstart的方法 如果说它是在客户端上呢 是不是到这就是else了相当于对吧 因为上面已经return了 那么else如果说它是在客户端运行的话 我们需要向window的一个属性里面注入我们的这start的这个值 这是两个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就是说我们在服务器上的时候 我们直接return这个东西 那如果说它在服务器客户端渲染的时候 那么客户端我需要向window属性挂载一个这个东西 那之所以向window属性挂载就是因为我是一个全局变量 对吧 我是个全局变量 那这样我们就实现了什么呢 实现了一个高阶组件 高阶组件一进来 我去生成了这个start 同时把这个start给它怎么样 放到了props里面 因为getinitialprops return的这个返回值就是我的props 然后我拿到了这个props之后怎么样 我是不是把这个props付给了redux star 这个属性 这么付过来之后 这么付过来之后 我在这把传入的app怎么样 是不是传入了几个参数 redux star 然后最终我在这里面 是不是就能通过this.props拿到了redux star 这样一个过程难够理解吧 对吧 难够理解 那么高阶组件向里面注入 然后注入完之后props里面就有redux star了 由redux star之后通过provider 正常的 那么到这为止 就跟从这开始是吧 从这开始就跟我们之前学过的redux是一模一样的了 那么start写法 start写法 那么这是一个initial state是吧 初始化的一个state 那么这个state实际上它就是一个对象里面有key value key value 然后他当然他有reducer 这没问题吧 reducer里面我做根据action.type 来去判断我要做什么行为 那么进到某一个分支里面 我们通常要求把state要做一次深拷贝 这是redux他的要求是吧 要把state做一次深拷贝 然后这一块是我们加工的数据 他相当于把这个数据和state的合并之后 附给第一个身上 那这就是一个深宝深拷贝的过程 那这就是一个深拷贝的过程 来 那么我们来运行一下 我们需要运行一下 那么在这里面还是有点慢是吧 还正在安装 安装完成了 那我们进来cd cd进来什么呢 是不是viz我们的这个redux app 然后npm run dv 那run成功了之后我们是不是可以放了localhost的3000了是吧 localhost 3000 那这里面点击reset 点击reset 点击reset 点击加1 减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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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set 0 是吧 加1 减1 reset 那这样的一个过程 那肯定同学说了说这个现成的代码运行这我有会是吧 那关键是我要想写一个我该怎么写 那好 我们先看一下他的代码 然后我们自己写一个是吧 自己写一个 像他在这代码是export default出去一个reducer是吧 export一下reducer 然后呢在这他最后怎么样 是不是他生成一下star create star create star 实际上真正有作用的就是什么呀 这两个啊这大家能够理解吧 那比如说我要创建自己一个app叫to do to do 这简单吧 那么我在这里面创建一个一个自己的app叫做to do .js 那么to do.js里面我要做一些事是吧 那么我们先从star开始写 然后再到to do里面 那么我这to do的作用是我往里面添加一些我要做的事 添加一些要做的事 让它本质上是一个数字 我往里面添数据 那这个stop来我们给它减肥是吧 给它减肥 我们这些东西上是不用的啊都不用 我们要保留的东西是什么呢 initial state action type不要reducer保留 reducer保留 那么在这里面我们把这个case去掉 我们给它做个瘦身 这些东西都不要 这些都不要 我们给它瘦身到这 那这是我们最简单的一个是吧 这是我们最简单的一个 这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有reducer create star可以把这个star给 return出去是吧 那么这样就生成个star 然后这个initial state实际上就是我要我要存的数据 那比如说to do的话 我要存一个变量叫to do 这样特别简单吧 to do 然后给它一个 这样的一个东西 这样的东西 然后在这我要判断一下行为是吧判断行为 那么在这我要做什么行为呢 是不是我要去case一下啊 比如说我要往里面去add一个to do的话 我可以在这写add下滑线to do 那做什么事呢 是不是我的行为啊 那么在这里面我可以怎么样 可以return一下 return一下object.assign 这个目的是我要做升拷贝 就是redux他的要求 怎么升拷贝呢 第一个参数是我把别人的东西拷贝到我身上是吧 那么这是第一个参数目标对象 然后这是我原来就有的state 对吧原来就有的state 然后再就是我要创造的新的数据 那我新的数据是怎么来的呢 是不是就这个state.to do s .add 那这个也不能我也只好背一下 所以在这我可以const一下todos等于什么呢 等于state.todos.slice 零 那这样相当于我把这个state的里面的这个todos给做了一次升拷贝 然后呢 这么给他copy过去 这么copy过去 那么这个todos我当然我要做什么事是不是 我得往里面去push点直啊 要不然我todos不会变了 to do.push push什么呢 push我的action里面你传过来的数据payload 那这样我们这一个行为就写完了 这个行为就写完了 然后我们也给他出使了一个空数组 那如果说有人给我去dispatch过来了一个action 那么这action里面的这个tap如果说是add to do 那我进到这个分支里面来 然后呢 我把我拿到的这个payload payload是吧 给他push到todos里面 那这样我最后把这个整个数据处理完 返回回来 那现在这个todos我是不是可以写了 是吧 那在这可以写impot叫什么呀 react嘛 对吧 这大家都比较熟了是吧 component from react 那在这怎么样 export default class todo 然后呢 x 就是 tends 以下我们的component 那在这我还是不能export default 因为什么呢 我一会要给他通过connect 才能给他 把跟start连接上 所以在这不能这么来来export 在这应该在这export default 然后怎么来default呢 实际上是import一下我们的connect的方法 connect方法 from react redux 那么connect的方法实际上 是不是就负责 帮我的这个组件 和什么连接上和我们的start连接上 那么为了跟start里面state连接上我还得有方法叫做什么呀 maps state to props 那在这我需要给他return出来一个映射 他的映射的意思是说 我把我这个state的里面的属性映射给这个todo身上 他的proper身上 那比如在这里面我可以写个叫todo s 冒号 那么映射是谁啊 是不是state的 todo 那这个state指的是谁呢 指的是star里面的这个state 那么这个传入的这个state指的是star里面的这个state 那么这个todo子是不是就是state的点todo子 那这就是这个state的todo子他的意思 那么这个todo子实际上是我怎么样 是交给他身上的proper 叫他身上的proper 那比如这里面我也可以叫AABBB是吧 我可以叫AABBB都可以 那暂时先叫AAA 是吧 我们为了做个区分 要不然左右都todo子大会可能会比较比较迷 那么在这写map state的todo proper 那在这那当然我是不需要写render runder里面需要写return return里面我可以写URL 然后LI当然我要写循环了吧在这 所以在这我应该什么写什么呀什么大括号 然后this.props.AAA 因为这我叫AAA 所以我这里面就能点出来AAA 然后他点 map 然后 atom 是吧 itom 我return一下这个值 那么这个值里面我可以写RI标签 然后这里面可以写什么呢 atom 那么如果说为了写keyValue形式 要不写key形式是吧 RI里面 因为它循环生成的数字 我们要求他必须有key属性 那么这里面我还可以再拿第二个值出来 在这写一个index 那么就是为了避免这个react他会有警告 可以这么写 这index它是012345这样的自增的一个值 那现在先写到这 是吧 先写到这 那么这个todo写完了是吧 todo写完了 那我应该怎么办呢 我是不是可以给他从index里面给他拿过来 那么他原来演的是谁呀 演的是不是这个叫example啊 原来演的是example 那我现在给这整个也缩一遍 这些都不要了 这些都不要了 这也缩一下 我现在只显示todo 那么现在在这 我是不是应该是import一下 todo from from哪呢 我的component 是吧 点点 components 里面的todo 然后在这 我是不是就描绘这个todo啊 那么我们到现在为止 是不是就可以尝试去写一下 运行一下 是吧 来运行一下 npm run dv 然后遇到问题 我们再解决问题就OK了 当我们看到这个东西的时候可能不淡定了 是吧 怎么办 发生了什么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错误消息 不要紧张 他告诉我们 you must pass the component to the function returned by connect instead receive 空 那这实际上呢 我们这个比目比物是吧 实际上connect他的方法的第二个括号里面才是我们的todo 啊 有时候我们经常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是吧 一定要学会看错误消息 就是在这我们才是组件 第二个括号才是组件 第一个括号是映射 第一个括号是映射 第二个括号是组件 是吧 啊 我们往往编程的时候会出现这样的错误 那么不要着急 一定要读懂错误消息 一定要读懂错误消息 那么在这我们再来刷新一下我们的界面 那当然我们需要重启一下是吧 他的编译还是有些问题的 所以我们改完了编译问题 我们需要重启一下服务 刷新一下啊 刷新啊 看效果 没有东西 没有东西是对还是错呢 这也很简单 我们在star里面暂时给他一个初始值 比如这里面我们写一个hello word redux 写一下 我们再刷新一遍 那这样是不是说明我们成功的从star里面 成功的从star里面取得数据并显示了 那么实际上这些写法啊 是不是跟客户端的写法非常类似呀 是吧 高度一致 那接下来我们要做一件事是什么呢 我们去网里面添植 我们在这里面我需要写一下 比如说写个dv 我既然写dv的话我是不需要 把这一拥也包进来啊 然后之后我是不是要写输入框 然后写一个按钮 然后做一件事了对吧 那在这可以写上什么呀 啊也是写个dv行是吧写个dv 然后这里面input 然后text 我们是不是要取得这里面值啊 什么ref可以写成一个值 叫ipt input 然后写一个按钮 那这里面可以写的添加 然后绑定时间啊 click 等于 我去绑定一个事件 那这个事件我需要dispatch进去 所以这是第一个映射 我需要写第二个映射 行为是什么呢 实际上我写叫add to do 然后这里面我可以这么来写 我肯定要接收到值嘛 所以在这我接收到的一个值 value 然后dispatch出去 dispatch里面放的是一个action 放的是一个action 那这action里面要有两个东西 一个叫tap 一个叫做 payload 那payload 我们当然知道是不是给我传进来 这个行餐value 那tap叫什么 还记得我们star里面是不是 这块我们是不是通过case来判断 我要做什么行为呀 所以在这我case是add to do 那么当然在这里面dispatch出去的tap 也得是add to do 它是我们的一个约定 是吧 我们在dispatch出去是什么 那么在star里面接过来 也得用同样的值进行比较判断 那么这个映射写完了之后 它也需要通过connect传进去 那这样传进去之后 我在这里面就能够拿到这个值了 那我可以在这写一个写个什么呢 见头函数 见头函数里面写this.prop 点什么呀 这个东西是不是叫做add to do 这东西add to do add to do里面我写this.refs.ipt.value 那么这个ipt.value是不是我们上面输入块的值啊 对吧 所以现在是什么意思呢 我把输入块的值拿到了之后 然后通过我映射过来的add to do方法 是吧 去把值dispatch给我们的star 这样一个过程 来 那么我们来运行一下 我们来运行一下 添加是吧 那这里面我们写一个叫做good 然后点击添加 够的进来了 然后这个里面是写什么呀 好的 然后点击添加 是不是也进来了 那么到这我们整个redux就跑起来了 实际上 我们刚才通过脚手架创建的是一个环境是吧 是一个环境 我们要做的事是先把它的主干留下来 那么主干是实际上就是star里面的什么呀 state的初始化reducer这个function 还有这个初始化的什么create start的方法 这是我们的主干 我往里面去添叶子 那么我们刚才也创建了一个叫to do这么一个组件 to do这个组件里面 我们是不是通过connect的方法 把state star里面的state的值给映射过来 然后同时 我把star里面的dispatch方法也给映射过来 那这样我既有值也有方法 那么我们在做行为的时候 我是不是可以去什么呀 去调用一个方法 然后把值dispatch给star dispatch给star 然后同时我们也解决了一个小坑 是吧 写这个小坑 我们把我们组件刚才是写到这来了 那么写到这来不用担心是吧 我们一直在强调我们要解决问题的能力 那么解决问题的能力都是来自于我们去看log log里面告诉我们我们错哪了 刚才那错误打了好多一场是吧 好长一段 那么我们是不是通过他的意思就理解出来 我们传进去的这个参数的位置不对 对吧 所以以后有问题不要着急啊 实际上呢也应该给自己创造一些比物的机会 那么这也是我们快速成长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途径 一帆风顺的程序员是涨不大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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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